10,519个N95口罩,1190富户目镜,748件防护服。 2月7日下午,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市红十字会办公楼里, 接受由一批爱心人士在海外旅游期间采购的医疗物资捐赠。 据介绍,这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爱心接力捐赠。 爱心人士杨红告诉记者,他们一行有193人, 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广东等地。 此次是参加了一个旅行家俱乐部组织的南极之旅。 实际上我们到了离开祖国,去到南极的时候, 我们是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国内的消息。 这些消息里面有很多缺乏各种的防护装备, 包括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护服等等。 对这个特别在医院的一线工作人员来讲, 他们的这些资源也都缺乏。 所以基友们就在一起, 就想我们能够为我们国内的现在这种疫情能做点什么。 据旅行俱乐部创始人贺志军介绍, 1月30日,他们还在邮轮上时就已经开始多方联系、筹措物资。 2月3日回到阿根廷后开始采购, 前后买了十多单才完成, 2月6日启程回国。 从阿根廷到广东,跨越了近2万公里。 对运回来首先是这个前段时间就是陆陆续续飞回内地的航班, 国际航班全部都一批一批取消了, 所以说我们因为团队人员比较多, 所以我们是分了很多批, 再就是转飞到香港, 然后再进香港, 再通过这个深圳蛇口啊, 或者是这个港珠澳大桥啊, 几个途径这样回到国内。 当日,在捐赠仪式上, 旅行俱乐部代表向广州红十字会递交了旅客的捐赠声明书, 表达了他们的爱国心。 第一个我是希望就是说, 能够这皮肤质能够尽快到达第一线去帮助到这个医护人员。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, 我觉得我们也是对所有捐赠人的一个交代, 因为大家的心都是希望能够对国家做点贡献, 为这个疫情做些贡献。 那么第三个也是说,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体现到, 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团结, 就是在未来面前在这种时刻, 不管我们的旗友是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广州, 或者还有一些是海外的中国人, 他们都应反顾, 就是齐心协力去支持这件事情, 而且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。 所以说大家是很团结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